今天的依次国股推介是海峰1308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华组选选 原因就是中美股市继续处于震荡期 同时农历新年长假期临近 预期大市在缺乏北水的支持下 银子短期会继续在24000点关后增测 选股适宜优先关注基本面比较好 盈利表现出众的职优股 包括近日已经发盈起的海峰 海峰上个星期发盈起 预期2021年度盈利增加到大约11亿5000万美元 对比2020年增长大约2.2倍 集团上个月宣派8毫指的特别息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海峰2021年至2023年的股息率 分别达到9厘、10.2厘和9.9厘 策略上 建议后29元吸纳 博反弹目标是36元 失手27元支持就止据 致恶 5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